中央廣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讲清楚》节目 我是主持人周慧琪 我是邓凯晴 凯晴,最近香港的风波大家都非常关注 迟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事件背后反映了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 对于积累多年的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青年向上流的问题 机会少、楼价太高等等成本高的问题都很受关注 今天我们请三位嘉宾一起共同谈谈这个话题 第一位是来自于立法会的议员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柯创成先生 你好 很久不见了 第二位是香港的房屋委员会委员 关注青年住屋联席成员焦国伟先生 赵先生你好 第三位是90后的青年 洪沛文先生 洪先生你好 三位都是我们的青年代表 共同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立刻我们就谈谈宿舍你了解多少 首先我们去影片关注一下 青年宿舍你了不了解呢 香港地小人多,楼价高企 住屋的问题困扰着不少的市民 香港特区政府自2011年开始推出 青年宿舍计划 是向刚刚投身社会 尚未站稳脚筋的青年人 提供低于值值租金的租住宿位 等一些希望拥有自己居住和生活康家的在职青年 把握时间,实践理想 为日后的发展做储蓄 不如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青年宿舍本身 这个房屋本身 究竟它的设施和内容 能不能满足到我们的青年的使用呢 大小方面,我们看看一张图片 只有170尺到380尺 另外,成功申请的在职青年 每次的租约是不需要2年 而2年之后可以继续租住 总的租期是不可以超过5年的 5年之后呢 做完之后呢 租完之后就要再另外另谋方法了 对于这个设施和这个期限呢 我想问一下 赵先生 我们来谈谈这个方式和这个期限 是否你呢 我想 5年我们都问过一些青年人 有些在5年或者7年都有这样的建议 其实你说本身的青年宿舍的目标 除了给一个空间给一些青年人去居住之外 亦都有一个考虑就是 会不会给他们处一次钱 处备一些钱 将来会不会是可以置业 或者可能是一些经济的一些考虑 创业或者是一些发展空间 那么这个计划里面 我想那个方向都是成为支持的 我想这个也可以是一个阶梯之一 比得到青年人在 他未去到真的需要很长远打算 住屋方面的一个中途的位置 那你说这些空间上面 我想都叫做是有 就是不同的种类 比如170呎 如果是属于一个二人的单位里面 都跟公屋可能都多一点 公屋也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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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最关键问题 入住宿舍除了住之外 其实很多都 比如说大学都是这样的 互相有一个联系 就是跟一个小社区的关系 可能有一个联系 或者甚至外国的共居计划 可能是透过这种共住的方式 可以寻求一些营商的机会 所以这种居住的模式 其实都是受欢迎的 多谢 你都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啦 其实青年宿舍 我觉得是另一个选择 给青年人多一个的考虑 就是确实你看到现在香港 住得贵住得小 是一个写照来的 就是怎样能够令到我们的青年人 感觉到有机会向上流 或者有一个平台给他 可以强化他的社交网络 我觉得是重要的 第二个也都希望 透过青年宿舍这个安排 是让他们去学习 怎样跟人相处 我想对于90后的青年来说 就是入住这个青年宿舍 我想最大吸引可能都是价钱 是啊 其实政府原意 政策是给青年在这段时间赚钱 然后存好钱去买房子 其实这段时间 所以就出了这个青年宿舍给大家了 没错 其实现在我们就知道 有两个宿舍已经订了价 就是按市价的六成和五成 大概应该是二千五百元至四千元左右 如果问一下洪先生 你觉得这个价钱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这个价钱 越便宜越好 一定是吧 我一定说不合理 你认为多少钱合理呢 你可以说的 你那个价钱 我觉得是 你像精识去收多个价 是要去谋取什么 或者是跟市场有什么几多截的关系 两千多元也不是像星式收的 你觉得 当然两千多元已经很像星式收的 是 但到时候 你都是那句 都是执行上的时候 实行上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个价钱呢 这个价钱是很吸引的 但是变成了 去到当时的远景的时候 你会比较猶豫 或者比较质疑 没错 希望能够实验到七年宿舍本身的功能 多元化一点 那你再继续回到七年宿舍本身的设置 讲房子 讲地址 这些地方有遍布港九新界 独特有的 我们看看地址 包括有元朗 大埔 上环 佐敦道 旺角 我想问一下洪先生 这么多地方 就加个湾仔 让你选哪里 港九新界 是的 港九新界 全都会有五个 我想 我会选大埔区 大埔区 因为那边 其实它这么多区的里面 大埔区 它叫做 因为它真的很大 那里什么都有 你真的要什么 还有你除了考虑 那个区方不方便 都要留意那个区的物价 就是你可能 你在大埔区 写一碗云吞面 在湾仔区写一碗云吞面 真的可以抄完 但是你的来回路程 你可不可以省点钱去乘车 都可以 但是你选哪里聚 你都是另一个选择 就是大埔 所以我会选择 那个区本身 是不是一个很完整 很完善的社区 是的 赵先生 其实这些地址的选择 当然 包括当时的地形的情况 政府的政策等等 那这些选择 你觉得是否合理 我去过大埔宿舍 那里看过一下 其实都方便的 楼下转角位 就是一个熟悉市场 再走远一点 就是火车站 虽然你说大埔是不是远一点 但是回到市区又不算太远 我想对于青年人 可能有独特性就是方便 就是远一点都还可以消费到 是的 其实 你这个地址会不会接近 当然可能性 未来 会不会多一些 看我们上班 上班的地方 会多一些 其实很理想的想法 就是希望他的宿舍能够坐落于铁路线 第二就是希望周边有一些社交生活 包括宵闲 娱乐 或者基本的饮食 但是这个想法真的很理想的 因为其实你会见到 今天这些地点 譬如大埔 元朗 上环 湾仔 其实真的遍布很零散的 当中的原因就是 基本第一 就是要透过一些不同的NGO 非牟尼机构去主动找地 或者有些地是捐回来的 其实政府在预留这些土地的时候 其实那个力度不足 所以你问我 其实作为青年人 其实你给哪个地方去住呢 其实基本上他的性液都很强的 因为他有他本身的特质 但是我就期望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考虑到 真的将来有这些地方的时候 真的能够达到 刚才所说的几样东西 那你问我 亦都希望政府能够 加大力度 在他现在的叫做将会发展 或者已经规划发展的地方 是可以预留一些 刚才所说的 那么优越的位置 是兴建青年宿舍 让他们都可以多个选择 现在都可以拆除人数 我当时还是 我当时还可以自语举标 现在又可以 我当时可以 在第二个地方